今天晚上所有的故事跟一个女孩有关 这个女孩特别的优秀 但是呢有一天这个姑娘她突然消失了 她为什么失踪了 她去了哪儿 她亲爱的男友和她的家人能够找到她吗 套用一句老话 我们看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 妈妈说自己练习 来 拿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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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茬儿拿起来 来 拿葱 拿着 拿着 往嘴里放点 我给你放个苹果 冲粉去啊 看有筋布 来 这这 这位中日躺在床上 连吃饭都不能自理的女孩名叫于盈 今年29岁 在灾难降临之前 她是北京某知名企业的白领海归 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业和学历 同时也是一位幸福的准新娘 如果没有这次那个意外 是不是你们两个就打算 今年是结婚的 说好的 对 嗯 可是一切幸福也在2015年 戛然而止 去年7月 于盈以看朋友为名 只身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之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三天之后 于盈的母亲 接到了来自上海的神秘电话 当时我以为是骗子的 不相信 那些女儿在9月中远我不相信 后来经过了一番周折 到5点半的确定 2015年7月21号晚 母亲在上海市第9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 看到了失踪多日的余盈 此时她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垂危 当时看到我女儿 满身 插满满身的管子 脸上全是绷在 当时我就崩溃了 究竟在余盈失踪的三天两夜里 发生了什么事 把一个原本活泼乱跳的女孩 瞬间推向了个朋友 为了揭开 悬绕在余盈身上的种种谜团 她的男友来到了节目现场 那好了 女朋友突然之间失踪了 当时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打个招呼说 亲爱的我准备去哪里 对 这个都跟我讲过了 我都知道她去哪 去上海 这个我都知道 你知道她在上海有自己很好的朋友吗 对 她有同学 以前一起留过学的同学 所以说她去上海看朋友 你就会毫无 对对对 担心了就让她去了 好 当天到达上海之后 三天两夜就没了消息 是这样的吗 对 下午的时候 我就给她打电话 也发微信 然后一直都是联系不到 电话也是关机 你一开始着急了 对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更着急了 当时我就是想去找 但是我也因为上海很大 我也不知道上哪去找她 但这大伙人不见了 有没有选择说我们报警吧 当时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她 首先她很聪明 然后也不会说 一个正常人 也不会说去了上海 也不会说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都是这样想 那你们俩在一起有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 我们是09年就在一起的 好长时间 对对对 准备结婚了吗 打算因为她去年的时候 她在13年的时候 她查出了那个结肠肿瘤 对 之前有那个结肠肿瘤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治病 对 我陪她在北京一直治病 节目现场 于盈的男朋友透露 自从生病之后 虽然没有工作 但是还是很乐观的 面对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说她不应该是一个说 放弃生活的人 不是 绝对不是 对 她如果放弃的话 我可能也会放弃她 她不是这样的 每天的话 她都坚持去健身 去跑步 每天都能跑十几公里 这样的 然后都热爱生活 非常热爱生活 于盈的男朋友表示 于盈热爱生活 对自己的婚姻更充满了憧憬 如此的她绝不会选择亲生 那么于盈的失踪是否另有隐情 在第三天的下午 然后于盈的母亲给我打电话来了 就说那个 说上海酒院的工作人 给她打电话说 于盈现在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火蹦乱跳这人去了 对对对 结果将近三天的时候 她躺到重症监护室里了 对对对 然后我去一看 我根本就认不出她 为什么 因为她当时的 就是脸已经肿得特别大 然后头上面还包了一个那个大冰袋 这个是当时 当时你女友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状态 对对对 当时我因为眼睛也是遮住的 当时我根本就认不出这是谁 后来看了半天 然后看她的手 确定她就是 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是在 还在抢救的过程中 现在是 那医生有没有告诉你 她病因是什么 医生当时 因为当时那个酒院的 上海酒院的医生跟我们讲 她可能是做完手术之后 那个大出血 大出血 然后导致可能气管堵塞吧 然后人就窒息了 她做什么手术啊 那个 那个当时酒院的医生跟我讲了 说那个她做的手术 就和之前那个超女做的手术一样 2010年 年仅24岁的超女王辈 在五环 对对对 就是有的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地方 不是有个有个转角吗 这就显得脸比较胖 然后他们削了骨以后 就是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尖的 舌尖的脸 锥形脸 然后就是你看你只要看这个人 你看我这就有很大的一个拐角的骨头 他们就把它能够磨掉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脸看的就很小 那就确认女友实际上跑到上海 是做了一个美容手术 对对 手术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对 那我刚才在看女友的一些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她已经很美了 对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长相不好 我也 我觉得长得也很好看 你看这张照片 左边的这一位 对 这一位 对 对吧 对 多漂亮一姑娘啊 她没有 就之前没有透露出说 对我自己容貌不满意 我一定要整这个整那个 没有 那这一次飞上海 包括她和这个美容机构之间的沟通 她也没跟你说过 没有 她跟我们家里所有人都没有讲过 7月19日 于盈走进了这家整形医院 并进行了下颌骨消骨手术 此时离她做结肠癌手术还不足一年 大病出狱 于盈为何要冒着风险做整形手术 肿瘤给我打击 她的我觉得身体有缺陷了 想从另一方面可能完美一下自己 那么一个只是面部外观的整形手术 为何最终会差点要了她的命 她又为什么要隐瞒家人呢 诶 但是奇怪啊 女朋友做美容手术这不是小手术啊 为什么她到上海来不通知你啊 不通知家人啊 不跟家人说一声啊 当时她也就是她后来醒过来之后 她跟我们也问过她这个问题 因为她当时她是就是想去咨询 因为她之前在网上咨询过那个 就是整形这一块的问题 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就会经常给她打电话 经常主动的给她联络 然后给她发微信 说什么时候过来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下 什么脸型什么的 然后她去了之后 当天就手术了 天哪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就是本来顺道去看一下 对 当天就被说服做手术了 对对对 医生跟她说那个做完之后就可以出院 当天 说你这个是是在里边开刀 是在里边做 外面是完全看不出来 她就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手术 让她遭遇了现在这个事 对 这就说明这家医院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 对 哪有这么忽悠的 而且正常的时候去医院是什么 一定有一个专门的咽血 要捏血 要捏血之后 然后才排这个相应的手术当机 没有还要捏她全身体检 对 因为至少要去两次以上 这个去了 当时就这样做的这个准备 我就觉得就是不正规 不管这个医院怎么狡辩 不管这个医院有什么说辞 这个姑娘说北京赶过来 当天就做 说明这个医院极端不负责任 据鱼银回忆 她来到这家整形医院没多久 就刷了卡交了钱 并被匆匆的推进了手术室 然而就在手术的过程中 她突然大出血 被送进了第九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在经过了长达二十多天的抢救之后 医生才从死神的手中 把鱼银抢了回来 今天醒过来有点希望 所以说每天是我的孩子在支撑着我 这个事对我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 我现在也是反正就没疯掉吧 如今躺在病床上的鱼银 虽然身体十分虚弱 但对整形手术当天发生的事 却依然历历在目 准备做手术之前有做检查吗 我印象中没有 出血都没有吗 究竟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呢 今年四月二十九号 记者来到了这家整形医院了解情况 现在他不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回来 明天是这样的星期吧 当时做手术的医生今天也不在 你不要今天在 不要问我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真的不放心 手术的医生现在和那个联谊 联谊联谊 我今天不方便回来 你得很关于这个事情 当时我来医院想见 都不在 都请掉了 不接受 不会轻易地接受记者采访 为什么不方便 这个是院长 院长 我刚刚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媒体 都是院长来接待 来回答问题 至于他要怎么安排 是不是 院长的事情 该院工作人员称院长不在 不接受采访 于是记者及余营的男友 多次拨打该院卫院长的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而在此之前 余营及家属也曾多次来过该医院 当时卫院长称 别看余营现在坐着轮椅 他其实早就康复了 我们深刻的关心 包括我们的主人 包括我们现在的聚 说话 你看两句 你的心哪个人 你知道吗 看的时候就是跟他们 主持第一次 我第一次 我就是九个月 我到你床里才是第二次 知道吗 我第一次来 你一定来 后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是啥 不需要点医院 再继续去治疗了 现在治疗已经可以了 因为他的一些症状肺癌 包括肝癌 擦风治疗 这个给力都没有了 他已经就是一个口服药 所以主要回家以后 你出去公里面 康复去面就可以了 究竟余营现在的状态 真的可以出院了吗 他现在所在的人际医院 老年康复科的医生 如此伟大家属 这一条是这个说的 他是刘志愿说的 他说刘志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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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发片都给他看 这不都是治疗吗 好 第二个 那就是咱眼睛的 见过 见过 主大人跟他见过以后 给他灭完诊以后 给他会完诊以后 给他治疗医院的手术的方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余营的家属认为 这些检查报告 都是医院在事后稳造的 他们要求医院方 出示检查室完整的 化验清单 医院的工作人员 则给出了这样的 最近一出现所有的病例 已经封了 所以就是我们 谁也会 就封掉了 就封起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进入法律程序了 他把他这件事 他肿瘤 癌症 包括这件病史 他是隐瞒的 他根本是等你 没等你 没有告诉我 魏院长表示 结肠癌会使人的 凝血功能不足 一旦手术很容易引发大出血 然而余颖却表示 医院是在说谎 当时你有跟医生说过 你曾经患过结肠癌的吗 我给了他一份 给他尿管 也可以看得见照口袋 原来余颖在结肠癌手术后 腹部装了灶漏袋 他认为医院在手术过程中 不可能看不见 如今的余颖虽然捡回了性命 却从此落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反正在上海酒院的时候 就已经确诊是激发性的癫痫 现在余颖的状态是每天都会 他现在每天就是靠药物维持 他每天大概吃30例左右的药 就是抗癫痫 各类抗癫痫的药物 因为医生说只要那个药 可能减减几十毫克 他就会不停的抽搐 那就是说这种癫痫的症状 是因为那个美容手术造成的 对对 酒院的医生跟我们讲 是大脑缺血缺氧造成的 对 现在就是已经离不开它 感觉是 感觉每天都会受这个抽搐的困扰 如今余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每天的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母亲来照顾 曾经拥有英国著名大学硕士学位的她 现在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 这两个鱼都写不好 很简单那字 每天晚上 余颖的母亲都要时刻拉着女儿的手睡觉 防止她因癫痫发作窒息 经常发的抖动 抖动之后她不会说话 很危险的 很危险 有生命危险 痛定思痛 余颖的男友决定要为她讨的说法 但是维权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每次见面双方都会发生冲击 你不要录我到这儿 我录我录怎么了 你不要录我去你了吗 我录你怎么了 我录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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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录你怎么了 我录你怎么了 我录你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就去过这个医院两次 我们就去就是 因为她走路走不了 我们都是推轮椅过去 我们一去这个医院 医院就报警 让警察连我们走 我们其实就是想去讨个说法 当时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要给我们怎么处理 然后不讲 然后就 就还还准备打人就是这样 他们还报警 对 说你们来报警 我们去了两次他都报警 那警察到场之后怎么协调呢 人出问题了呀 对 警察到了之后一看这种情况 警察也不可能撵我们走 然后警察就说不要在这闹 然后就好好说 我们每次去都很好地跟他们交流 但是那个院长要么就不见我们 要么打电话就不接 之前一直还就是给我们付医药费 救治 然后从一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所有的医药费就停了 然后现在治疗都是我们自己花钱 那好小伙子 这事儿 在在上海找一个打这种打这一类这个 官司 医疗 医疗 整个委托给他 你们现在手里面有两个权力 第一呢告对方 行事犯罪 这些陪同渔营的男友来到当地的派出所 这要过是我们不管 医药事故我们已经卫生局了 我们现在就是想先到派出所先立案 那你就跟他走行事逐渐 法院处中都觉得他有什么情况法行为的 会请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的 不是说你来报我们就能受理 这事情本身 单从这个你讲的这个描述来看 他医疗事故不属于公安机关 管他的范围里面的实施 于是记者又来到了卫生局 你说的那个是华美医疗美容 对 他是民营医院 可并不是我们普通卫剧委下属的医院 所以这个是请的 而且这个医院也不是我们下属的医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协设他们 因为他们从华人上来讲 他们是很努力的 你这个事情 我建议你两个通过书法的附近去建议 于盈的男友表示 自己也曾经去过法院 对我的孩子就是一个精神打击 送来一次我的孩子就是 心里的压力就大一些 每次送来之后 我孩子都是哭一场 那小伙子 我看你也是一个特别斯文的人 那你跟对方交涉的时候 有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一个 金额的赔偿标的 之前我们家属提出的是去美国治疗 这个医院不同意的 然后我们就说提出赔偿五百万 然后我们自己带育营去去那个美国治疗 然后也不同意 然后后来医院说给我们赔十万 然后我们说 那我们就没话说了 说赔十万块钱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 包括育营 包括我们他都 我们都没见过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 是长什么样子 十万的赔偿 是不是不合理 五百万的要求 是不是有点过分 不一定 五百万不一定过分 不一定过分 不一定过分 但是十万肯定是打不住了 为什么 他不仅要恢复 他恢复是两个方面恢复 一个是容貌的恢复 还有个是精神的恢复 神经的恢复 这个恢复你怎么知道他需要多少 而且在这个恢复期间 他是不能够工作的 可能还需要有人来陪他 陪付或者叫伺候 这一线费用都应该是对方出 那民营医院他和公立医院不太一样 比如说当你们提出这五百万 他不答应的时候 你有没有提出说 那我就到法院去告你了 对方怎么反应 我们还没说告呢 这个院长就说 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 他这么跟我们说的 就无所谓了 对 他说你们就破罐子破摔 就那意思 就是你们告我们去吧 他不怕法院 他不怕 他不怕 洪老师他为啥不怕 洪老师 没有让他罚过嘛 所以他就不怕 因为没有先例罚过他 所以大家都不怕 对 大不了我就赔你十万 第一他这个企业 可能以前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 这个事故 对方也不知道用法律 一种手段维护 到这儿来闹一闹 找一找 谈一谈就拿走了 就那么点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如果告到法院去 能让他倾家淡产 他没有这个概念 对 因为没有过因为这种事情 倾家淡产的 究竟医院方对于余营家属 提出的五百万赔偿 是什么态度呢 魏院长拿出了今年四月 国家魏纪委 通过法律 通过医疗委 通过这些威胁 通过双方 代表政府过门的情况下 才可以统一达成一致的意见 私下 医院私下 虽然他家属法 不可能达成的 于是记者又陪同余营的母亲 来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 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 该工作人员最后表示 会积极帮助余营家人 与医院方进行调解协商 余营的故事并非只是个人 据中消息2015年的统计 好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在下面拿起手机拍照了 身高还行 挺好的 80分吧 我刚想挖 挖了一半 不对了 不挖了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一出现 就吸引了全场女观众的目光 这样的小伙子你会心动吗 有 有 但是我心动的原因不一样 正面看你的嘴是歪的 对很明显 不要去扯啊 这次是哪些人 这次是哪些人 那次是哪些人 有什么人 没有啊 有什么人 有什么人 不仅各种商业及培训活动不断 而且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引来许多女性的青睐 听海枯的声音 对 听海枯的声音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 停在哪里 申老师给我的感觉挺好 因为店看到就觉得 他长得挺帅 就是个帅哥 在盛凯璇看来 他如今所取得的成绩 跟他这张俊俏的脸是分不开的 以前可能就是要收拾头发 配衣服 然后化妆 很多事 现在会好很多 就是充分简单的 就是擦点防晒 可能是因为五官的改变吧 五官改变之后的话 会觉得比较自信 然后觉得没有太多需要用其他东西来 就是来掩盖 在镜头前 盛凯璇从不避讳 自己其实是一个人造美男 就是双眼皮 双眼皮 那眼角 那眼角 然后用鼻 鼻签 然后下巴 然后下和脚成型 摸摸 那应该说咱们基本上都做了 对 为什么想去做这么多呢 最开始其实没有想过这么多 可能只是一步一步的去调整 然后做一个部位 就另外一个部位 你会觉得想调整 然后就特别是当你某个部位做成功之后 你就会觉得其他部位 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做完的 19岁 盛凯璇就开始做整形手术 整容后的盛凯璇 有的人说她是年轻版的张信哲 有人说她是微缩版的胡歌 多次整容的盛凯璇 来到了节目现场 大家好 好 来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在下面拿起手机拍照了 来小伙子坐 那你看啊 刚才说你是病态的人 她是谁啊 姑姑 姑姑 对 亲姑姑说你有点病态 对 那我先征询一下县长观众 今天年轻人特别多 小伙子帅吗 身高还行 身高还行 还有就有点女性化了吧 有点 就有面相的话就比较细腻 就没有说男生那些粗瓜 那就像我长这么糙 对吧 给我感觉还好 还好 打多少分 给我打分的话 80分吧 那很高了 我和她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我打多少分呢 你们俩 你打60分 你看 你们俩没有可比性好吧 有可比性 我已经直接得60分了 你干嘛不要自取其辱 你干嘛要跟小鲜肉比 年龄上就压过你了 好 有答案了 小胜 其实你会发现 当你走出来的时候 评价 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评价 对 我既然能够上这个舞台 证明我可以接受任何人对我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 我觉得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下 我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好 建议我放一下你原来没有去整容之前的照片吗 不建议 这是你原来完全没有整容过之前的照片吗 这边这张 这边是 对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蛮精神的小伙子 蛮好嘛 小胜我就想问你啊 原来呢 其实挺阳光一少年 怎么会想到19岁就需要龙的下巴 我的专业是音乐剧表演 当时我却是因为自己的外貌 而受过很多的挫折 丧失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动心的想法 当时最大的打击是对方说了什么话 有两件事情 一件是参加湖南某一个唱歌比赛的时候 那么评委老师就说 你的脸在镜头里面不是那么好看 就是说太平庸 是有点平庸 开玩笑的 这是第一次打击 那第二次打击是什么 然后就之后的工作 其实跟您也类似于同行 我在长沙电视台做那个编导 带我的师傅是想让我做出镜记者 在面试试镜的时候 前面都已经过 在试镜那一关 然后两三天都没有给我信息 我在几天之后 我就主动发信息问那个剧片人 他说你的感觉在镜头里面太稚嫩了 不适合做这档节目 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然后就再没有信息了 其实潜台词你读懂了 我读懂了 你错了 你应该转到新闻类栏目 你看我长成这样 一工作就出镜了 2005年 只有19岁的盛凯璇 参加了快乐男生的比赛 结果在海选阶段 便因颜值的问题被淘汰 此后他便开始整容 如今他已经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各种微整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我来说整形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我的脸改观了多少 他给我最大的改变是心态的改变 我从以前不敢去展示自己 到后来我愿意去表现出我自己 然后也有更多人开始接纳我的时候 那种自信是跟以前无法相比的 但是小伙子你想过没有 万一你失败了 你给你家里要造成多大的痛苦啊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我还相对而言 就是会考虑清楚才会去做一个决定的人 我会在做之前上网查很多资料 那么我也会确定帮我实施手术的医生或者医院 是我真的能够放心的 我才会去选择操作 不对不对 因为小伙子他没有失败过 他如果万一失败过一次呢 他还能承受吗 你要知道我再提醒一下 你们整容我真不知道 你们年纪大了以后是什么样 而且你这整容无数好多次 万一有一次失败了 咋办 没事 到了四五时候他再做回去 做回去 回不去了 按照你那个想法再做回去 回不去了 问题要回去就好咯 节目现场观察员苦口婆心的劝说 似乎并没有改变盛凯璇对整合的态度 接下来神秘女郎的突然现身 能否给她带来影响呢 那我想问姑娘 你还想再做吗 不想再做 如果可以重给我一句 我选择不会伤害你 韩剧中的帅哥美女 整容节目中的神奇变脸 这一切都让怀揣着一枪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 羡慕不已 静卫坤 模特出生的他 为了演艺事业从二十岁开始变成型 八年间他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手术 这些手术失败过 他艰难为全 这些手术也成功过 为他的演艺路上 博得了鲜花和掌声 生命不息 整容不止 究竟在整容路上不停变脸的静卫坤 如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对整容又有怎样的感悟呢 好吧 他才是我心目中的强人呢 经历了挫折 经历过维权 依然还去整容 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请出今天最后一位的当事人 小静 掌声有请 小静你好 小静你好 嗯 来 看到你我内心有些恍惚 因为我不知道之前的你长啥样 之前的我还行吧 那现在的你更满意吗 现在的我 其实说白了我对美真的没什么概念 那好 让两个帅帅美美的人坐在一起 来 请坐吧 介意我再做一次现场的调查吗 不介意 您忘了 不介意 好 这个小伙子举手了 笑得好羞涩 你认为他美吗 美啊 美在哪里 他有个脸型比较 微型的 比较好看一点 哦 那是 尤其我站在旁边一陪衬 是U型的 是吧 微微微型 微微型 他是微型的 我是U型的 对对对 对吧 你是发型的 美是对比和衬托出来的 那好 那个小静 我想问你 从第一次到现在 动了几次手术 第一次是算 第一次的话是做了一次 然后做坏了 又去治疗 治疗的过程中是两次 这是三次啊 然后韩国是一次 韩国是两次 五次 六次吧 动了六次到 六次七次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多到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六七次 六七次 对 好 小静 原来你的照片 是什么样的 建议我放一下吗 不建议可以的 不建议 好 工作人员 我们来看一下 你放哪个照 不放了不放了 又后悔了 放还是不放 你放吧 刚才不是 刚才不是放过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才是 对 没有 身上没有动 任何刀子之前的你 对 是的 这个啊 那个是我拍的证件照 对 可以啊 你的证件照 已经拍的很好 现实生活中 挺不错的一个女孩啊 我当时是因为 因为我不是 之前嘛 做那个模特嘛 然后我当时胸部太大了 然后没有办法穿泳装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说声的手术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医生 怎么说 就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些 整形医院的那些销售顾问 他们真的 他们没有医学知识 也没有美学 但是他们完全像一个销售大师一样 他把很多东西灌输给你 然后你就会迷失了 他当时他跟我讲说 这个手术特别小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你做完了就没事了 然后我就给做了 做了以后 他就把一根血管给切断了 就出了一点问题 就因为这个问题 最后导致了 去了别的地方 又去做第二次的手术 那是2014年的 216号回国 28号我发现你有问题 那个医生跟我说 你看肩骨不对称 下颗脚怎么结成这样 下颗也是歪的 鼻子夹体也是歪的 肩骨垫骨还是个斜的 就不对称的 现在大概我看了 有40多个大夫 他给我的意见就是 你的手术很糟糕 有很多东西没有必要 他们两人都参加的是 整形的真人秀 两个人都是 有时候我现在 听着这些故事想到 他真是碰到的是一万 他碰到就是万一 对 残忍的真实 于是在韩国打官司 也遭遇了很多的问题 对吗 对 是的 我在中韩两地 我都走过 不是说老百姓 他不愿意去走法律程序 是真的太难走了 首先第一点 我们没有意识说 第一时间去收集他的病历 这是法律程序当中的 第一个证据 对吧 但是这种病历 你往往你拿到的时候 医院已经改过了 所以说你拿到的这个证据 首先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法律是讲证据的 而且你需要花大量的钱 这个笔记呢 你又要去鉴定 又要找律师 而且律师现在 找个好律师也很难 律师的费用 大概估算下来要 怎么说呢 最少吧 也得五到十万 这个数额 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成本太高昂了 对 而且时间太漫长 你这个过程 最少得持续几年 而且你不知道 未来是个什么 什么样的结果 你需要大量的投入 但是没有结果 我是真的 什么途径都走过了 什么投诉啊 什么法律啊 什么咨询律师 什么什么 就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方法 反正你 你能想到的 我都尝试过了 那好了 那些七零八落 把你又组装错的那些 你不满意的 现在怎么解决 又回到国内 又找医院 一样样纠正 必须得修 因为什么 人就是这样了 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就是当你一步走错之后 你没有办法不进行下一步 你总抱这个侥幸的心理 万一我再继续弄下去 也许就好 不是这样的 你好比说吧 一个鼻子 它放到甲底歪了 如果你不去修的话 它一直歪在那儿 对你的鼻梁是有压迫的 你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还有一点 赌徒的心理呢 我这次反正做不好了 我再做 也许做得更好 没有 做好了以后呢 我再别的地方再修 没有 万老师 我当时觉得他是什么呢 他的悲 我又不好意思用悲剧 他的悲剧是呢 整一次错一次 错一次要想弥补上面的错 弥补上面的错 又出现了错误 这错误不断在放大 对 我就是一个悲惨人生 你这是个恶性循环还是什么 就是连环套 运气不好 为了修复被整坏的脸 今年年初 靳卫昆又再次走进了手术室 接受了鼻子下颌骨眼睛等手术 这次手术后 靳卫昆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明星梦 获得了与范冰冰等明星合作电影的机会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整容 曾经给他内心带来的伤害 那小靳我想知道有男友了吗 没有 我觉得交男朋友也挺不靠谱的 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 就是说不信任任何人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伤害最大的 其实不是来自于容貌 其实容貌这个东西来说 只要不是狠手都能接手都能凑合 但是我们其实最大的伤害 很多失败的人 因为我们失败了之后有一个群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群 其实更多的伤害来自于内心 他们失去了对人的信任 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姑娘 你还想再做吗 不想再做了 因为现在社会对这个整容的这个 这个行业真的太不规范了 它存在肯定也有它存在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说非要必须的 尽量还是不要冒那个险 如果可以重给我一次机会 我选择不会伤害自己 对 另外的话 我还是想通过节目 能告诉一些失败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相信我 因为我经历过 即使再难挨的日子 即使你每天睡不着觉 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脱 即使你每天都哭到半夜 我也经历过 半夜会嚎吵大哭 哭到不能自意 也会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 然后想去死 然后我群里的姑娘 也有人就自杀了 没了 十几岁就没有了 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 都是有希望的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的医生的 他可以帮到你 只要你活着 就能等到可以帮到你的人 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吧 真的我觉得 其实真的是 感谢他来给大家做这个 其实很多人可能出现问题 确实也在于自己太冲动 太大意义 我就想变漂亮 你给我把风一扇 我火就起来了 那我不会 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说你想去调整自己 整容可以对不对 但是我们谨慎 我们选择正规医院 好的医生 那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们查一查这个医生 查这个医院 是不是就知道他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好 那么呢 规避一大部分风险之后 你再去做这个决定 我听完这个小伙子的话 就产生一个感觉 他真的是一个阳光天真的少年 因为上网去查的时候 小静何尝没有上网去查 但小静那个时候哪知道 竞价排名 可以使百度排的前几位 都是好评 面见医生的时候 他何尝没有面见过医生 但是面见医生 他又何尝知道 这个医生是不是那个动刀的人 对 我倒赞同洪老师刚才那句话 对于无良的机构 下手太轻了 法律躲得太远了 我们只好在今晚告诉您 三个故事 把判断的权利交给你自己 只能说一句 变美之前 请三思